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刚刚,上海传来大消息,国产8英寸石墨烯晶圆,终于实现小批量生产。 昨天举行的2020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上,超频铜镍合金单金晶圆,8英寸石墨烯单金晶圆, 褶金石墨烯晶圆等新材料亮相,展示了我国在高质量石墨烯材料的领域的创新成果。 在上海市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的推动下,科研团队实现了这些成果的小批量生产, 产品尺寸和质量处于国际领袍地位。 六万花明,一时积极千层浪。 国产石墨烯晶圆的横空出世,说明中国在这一最尖端的技术上, 到达了领袍的位置,也为中国芯片突破西方封锁,自主创业,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自从2004年,石墨烯被分离出来后,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等领域的众多科学家都投身其中, 研发这种让两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新材料。 2009年,中科院上海微系统索科研团队,瞄准石墨烯单金制备及其电子器件应用的关键难题,开始了公关。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副研究员浩天儒表示,就像制造硅芯片的材料,是一片片硅单金晶圆, 想用石墨烯等碳基二维材料实现电子器件集成,开启微电子技术变革, 就必须制备出大尺寸、高质量的石墨烯单金晶圆。 科研团队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项目支持下, 瞄准高质量石墨烯制备与高性能器件技术的制高点, 针对晶圆及石墨烯单金的可控制备, 专注于石墨烯新功能的开发与应用领域的拓展, 从生长出单层到单晶,再到原子级别平整的大面积研晶, 上海科学家终于让石墨烯从胶带剥离出了几微米的样品, 升级为可以规模化生产的8英寸晶圆。 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在打破芯片等卡脖子遏制的浸泡中, 中国奋力直到超车,正在杀出一条生路。 一、有人或许要问,现在不都是硅基晶圆吗? 石墨烯晶圆是啥洞洞? 这么说吧,如果把芯片比作一栋房子, 晶体管就是建房的砖头, 一动动的房子就构成了我们的信息社会。 说白了,晶体管越多,芯片的运用速度也就快。 如果说,以前制造晶体管这块砖头的材料都是用沙子, 也就是硅做的,大家称之为硅基源。 那么,石墨烯晶圆就是用石墨烯为材料做出来的晶体管, 进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芯片。 那么,为什么好好的硅基体管不用? 要去研究石墨烯晶管呢? 原因在于,受到摩尔定律的限制, 目前硅材料芯片的极限制程差不多是2纳米到1.5纳米, 再往小做就搞不定了。 为什么搞不定? 说到底,因为硅的一些特殊限制, 如果晶体管太小,出故障的概率就会急剧升高, 把芯片里面上百亿个晶体管协调起来一起工作就非常困难。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方法就是用碳来代替硅,做晶体管。 二,有人肯定又要问,为什么要用碳元素呢? 其实啊,这跟碳元素本身有很多优质的特性有关。 碳晶体管跟硅相比,功耗更小,效率更高。 比如,用碳纳米管做的晶体管,它的电子迁移率可以在硅的1000倍。 通俗来说就是,碳材料里面的电子群众基础更好。 再比如,碳纳米管里的电子自由层特别长。 通俗的理解就是,电子的活动更自由,不容易摩擦发热。 由于这些底层的优点,用碳来做晶管体,甚至不用像硅晶体管那么小,就可以取得同等水平的性能。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技术来看,一旦成熟,碳晶芯片将有望把集成电路技术推进到3纳米节点以下。 性能将超越硅晶芯片10倍以上。 除了碳晶体管的功耗更小,效率更高,对中国来说,研发碳晶体管还有一个格外的好处。 现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一切有关硅晶芯片制作技术设备材料公司人才等等方面,所取的技术优势,都是建立在硅晶体芯片之上的。 而一旦碳纳米管材料进入实际的应用阶段,所带来的影响超乎想象的。 虽然还不至于说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所建立起来的半导体产业优势,将全部归零。 但是,最起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已经跃身于碳基半导体领域的第一梯队,具有了很大的先发优势。 至于说,碳基半导体拥有如此大的优势,那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研制呢? 这又是一个误解。 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日韩等传统的半导体强国,不但研究了,而且时间更早。 不过,基本上都是半途而废。 除了现在美国还在进行,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因遇到技术难题的放弃了研制。 包括英特尔这样的巨头也放弃了。 这种颠覆会带来什么? 可能会导致芯片材料、制造工艺、制造设备的全部颠覆。 如果把握好,原本制约中国芯片发展的光刻机、专利、技术、设备等都不是问题了。 因为工艺或者完全不一样,所以碳基芯片也被大家认为是中国新换道超车的一种办法。 新的芯片原材料呼唤新的工艺,原有的研发设备可能会大大折扣。 中国现在掌握的最新研发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一、中国的碳基半导体研究在全球世界都是处在领先水平的。 事实上,为了能够换到超车,北大团队已经研究二十多年。 彭烈毛教授在2000年回到北大之后,他就开始带领研究团队, 探究用碳纳米管材料制备集成电路的方法。 而研究了七年之后,也就是2007年, 彭烈毛教授团队才形成了基础性的碳管制备技术, 在碳基芯片的领域正式入场。 而由于碳基芯片在国际上也并没有太多进展, 所以彭烈毛团队不得不自己研发了一整套高性能碳纳米管、 晶体管的无残杂的制备方法, 突破碳基N型MOS管制备的难题。 而在2017年,彭烈毛团队首次制备出 山长5纳米的晶体管, 为世界上迄今最小的高性能晶体管。 理论上相比当时, 铜尺寸的硅基晶体管具有10倍 本征性能功耗综合优势。 成果首次登上科学杂志。 此后,关于碳基芯片的研究, 彭烈毛团队一直就走在世界前列, 而这次在碳管材料上取得的进展, 至少可以在国际上保持两年优势。 当然,目前关于碳基芯片, 更多的还是理论环节, 但从目前已经掌握的技术来看, 一旦成熟, 碳基芯片将有望把集成电路技术 推进到3纳米节点以下, 性能将超过硅基芯片10倍以上。 所以对中国芯片而言, 这次的换道超车意义重大。 硅基芯片短暂时间内追上国际是不可能的了, 但碳基芯片则完全有可能让中国芯 达到真正的世界水平。 二,中国的石墨烯发展技术同样领先于世界, 石墨烯被称之为世界上最轻最强最薄的材料。 目前,碳纳米管的制作就是通过石墨烯卷曲而成。 我国近年来在石墨烯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 跃升世界石墨烯研究领域第一梯队, 申请专利总数世界第一, 之后才是美国、韩国、日本。 10月16日, 据科创版日报报道, 在小米供应商大会上, 小米正式宣布完成对墨瑞科技的追加投资。 据悉,墨瑞科技成立于2015年10月, 是国内唯一一家覆盖石墨烯原材料生产到热膜制备全链条的公司。 以石墨烯产业应用研发为主导, 围绕石墨烯锂锂电池、电极材料、 石墨烯复合散热材料、 石墨烯显示出控屏、 石墨烯晶蹄管等产业方向。 公司成立以来, 也拥有30余项石墨烯相关专利, 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推出多款石墨烯应用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3月, 墨瑞投资对外宣布完成数千万元的 A轮融资。 投资方包括深创投小米产业基金。 其中, 小米产业基金已将于2019年投资墨烯科技, 运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关系, 支持墨烯科技石墨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目前, 随着5G手机普及, 厂商需要兼顾散热性和轻薄质感, 对于散热材料有更高的要求, 导热膜成为当前较为明确的应用方向。 而主流智能手机使用的石墨烯散热, 化学法石墨烯导热膜, 能够达到多层添加的厚的人工石墨的导热效果。 应用到手机中, 能够确保导热性同时兼顾轻薄, 也降低了成本。 三, 既然在硅基芯片领域干不过你, 我就开辟一个新领域来取代你。 目前, 中国芯片技术整体产业链面临着卡脖子的状态, 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芯片技术领域缺乏核心技术, 没有主导芯片从材料设计到生产制备的全套技术中任何一个环节。 而中国石墨烯晶圆的研制, 就是要从材料开始缓缓推进, 全面掌握中国人完全自主可控的芯片技术。 什么叫直到超车跨越发展? 这就是。 两岸原声提不住, 荆州已过万重山。 这一刻, 我们终于等到了, 中国加油, 中国科技加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